看看我们三兄弟吃早餐这个片段 我发现一个秘密 原来周星驰的石头是很强的 这部电影结尾最后一个镜头 当时导演高级生要安排 吴俊如跟我拥抱 然后亲吻 我当时是呆住了 王柏铭当下建议和吴俊如相视后干呕 最后效果很不错 《加油喜事》上映后写下票房记录 至今仍是重播次数最高的电影 他所监制的夜问系列电影 更为他写下另一个里程碑 2004年黄柏铭召来 有武打功夫的曾子丹 接连拍了三部武打片 结果夜问上映后回响热烈 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破译港片 沉寂辉煌 当曾子丹去到欧美的地方 人家不叫他多年 叫他Yet Man IP Man 因为美国有个Iron Man 我们中国有个IP Man 同样都是大受欢迎 夜问封明欧美国家 许多观众还掀起学习 永春拳的风潮 难怪黄柏铭会自豪 加油喜事和夜问 为他带来两个人生第一 东森新闻月中心在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